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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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在香港好像很难拍到香港自然风景的美照 除了很难拍之外,更可能是因为不懂拍 但来到《墨里浩京》 就像一本教齐你怎么拍全香港自然景观的摄影书 我也很想学习怎么拍照 阿玲 喂 我想问你,摄影书对你来说是什么 摄影书? 我觉得像一本用文言文写的古书 文言文是什么?很难明白 文言文你每个字都明白 但你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又未必知道他说什么 就像摄影一样,你可能很多基本技术都会知道 但你去到一个景点,你怎么用得出来 就可能真的要在现场试试很多次才知道 喂,阿玲,一个摄影师 怎样才可以留着香港的美景? 我会用镜头 我自己特别喜欢城门水塘针山那一段 即是麦里浩京的第七段 这里就是我家的后花园 由城门水塘开始 上针山,草山,再下圆框坳 这段针草母三山对望 上到针山可以望了整个水塘 草山又跟天很近 麦里浩京带我一路将荃湾,沙田,大埔, 以至到九龙群山的美景收录 沿框坳是第七段和第八段的分水嶺 相传昔日出产沿框 一路爬升,可以拍到香港独有山城的景色 用镜头留着风景,最特别的地方 原来是,它还会留着回忆 现在回想起,我最喜欢的那张相 其实就是在麦里浩京第四段 马安山影的星空那张相 一张相见到星空,山景和城市 我就是最喜欢这种城市和郊区共生的面貌 可以在山上的郊野,望到山下的城市 而又完全没有违和感 这种景观在世界各地都少见 我想,在麦里浩京上面 才能看到这个这么特别的香港 我拍照从来都不会刻意追求 什么最美的角度,最好天和泥位 因为我觉得要拍最美的大自然 就是要自然 所以我很庆幸香港有这条麦里浩京 它横跨香港 最动人的景色几乎都可以见到 就好像上次在针山,加发速度就是想拍日落 又好像上次照夜晚去马安山影楼星雨 其实每次每次都是风景教我怎么拍照 走着麦境的心都会踏实些 重复到一个地方都不会觉得悶和寂寞 因为这条路,香港人都走了四十年了 或者是因为这样 麦里浩京才会这么独一无二 因为风景 总会自动教识你拍最动人的一刻 就好像一本最好的摄影书 每个人不同的回忆 令到麦里浩京相同的风景 好像变得有点不同 那麦那本摄影书 和接下来那位朋友的本书 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Jasica Hello 想请问你 对你来说摄影书是一件什么 可能是喝咖啡 喝酒? 是呀,喝咖啡 一喝就知道它有什么味 但就未必知道它怎么混出来 就跟摄影一样 你一看就知道照片是什么 可能是日出或者日落 但它怎么拍出来 背后会有什么故事 或者挑战呢 就只有摄影师才知道 喜欢与众不同的美丽 可能人们会觉得这些是怪 或者因为这样 我才喜欢麦里浩京 亦是因为这种怪 令到我敢拿齐器材 勇草麦京 这样才发掘更多与众不同的隐世风景 很多人都问我 哇,一个女孩 琴高琴低 又拿这么重的Gear上山拍照 可以吗? 呃,可以啊 我就拍到现在 麦里浩京 我平时就最喜欢去第四段 和第八段拍照 第四段 上到西贡昂平高原 看到接近大金钟的山脊 还看到整个西贡和清水湾 那一刻望着天空的南 和海面上的南 我才体会到原来 蓝色是可以这么有层次的 真是很神奇的 但最神奇的是 在同一个地方 其实可以发掘到不一样的风景 记得有一次 我们扎正巨型在西贡 这片绿油油的草地上 接近日出的时候 还有只牛身的头来 它吓了我 那当然我也吓了它啦 之后 我发现门口多了屋士 而再之后 我还帮屋士拍了一张照 为什么 因为每张照片都是一个回忆 一份风景 而麦里浩京第八段的大墓山 对于我来说 感觉最特别 在这里 我第一次见证到云海 我曾经夜日疯狂上大墓山追云海 亦都疯狂吃百果 而那次本身都是想着 跟朋友上去拍日落 谁知道天色对不暗 想着日落都拍不到的时候 那天竟然出现云海 不同层次的云彩 但我见过最美的云彩 那天之后 我很明白最好的东西 永远都是意料之外 就好像麦境那样 永远都出奇不已 给到惊喜你 就好像一本互动摄影书那样 教识我应该拍到哪一刻 就好像你打算拍过天 最后都拍了狗屎一样 啊 而这张照片 就是我赢得全球迎著自然摄影比赛的作品 下面云海那张 所以我会一直发掘 墨径不同的美丽 和保护这里最特别的风景 这片可爱的土地 很值得保育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可以 将属于香港人独有的风景 保护它 去到尾 我现在就身处这片风景之中 即是阿灵和Jessica都亲身受教的摄影书 你又会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呢? 我可以看很多东西 有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